就是也真的很特別開心就是看到園邦館長今天有來現場 然後就像我想起就是從台灣漫畫其實從過去其實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一個媒體喔 然後但是大概就是分水嶺大概有兩個重要分水嶺一個分水嶺就是CEC創作集 大概領中研院的創立 那那個時候我就很有幸的可以跟CEC創作集的團隊一起合作 直到現在他們在文策院 那再來就是民國107年就是2018年的時候 第一次有漫畫輔導金就是文化部的漫畫輔導金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分水嶺 從文化輔導金開始有很多很多的漫畫牆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創作受到支持 而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受到很高的提升 那在接下來幾年裡面就像定高老師講的就是有很多的轉譯 很多的跨界在漫畫界裡面產生 那尤其是像現在我們說最熱門最夯的就是這個文學作品的轉譯 尤其是本土台灣本土文學認同的這個轉譯 那其實在今天這個書就是發表之前幾支 我其實壓力很大 對 因為那個今年的金曼獎剛剛頒獎 那今年的大獎就是這個阮光明老師他改變 他改變 他改變 賴盒大師的這個作品一感稱載的到今年的金曼大獎 那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馬上這個壓力本來是100可能增加到1000 因為我們就是也是身負重任然後來改變這個葉人石濤大師的這一部 他的生涯的自傳的代表作 把他轉譯成漫畫 那可是一開始的時候定高老師他就告訴我說 這個台南式文化劇有一個非常特別的order 這個order叫做豬腳要很帥 那但是其實我聽到的時候我會覺得 我反而會覺得安心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在這個各種工部門 他們當然我們很榮幸就是會有得到一些工部門 他們也越來越想要做一些漫畫的專業 但是其實因為每個工部門或是每個場館 他其實都有他自己獨特的任務 或他的獨特的精神主旨 那所以當然他也免不了這些作品是要承載這個 這些任務在 但是這個來自台南式文化劇的order居然是主角要帥這件事情 我聽到反而會覺得就是這個文化劇的其實是有了解到說漫畫的這個現在的市場的取向 或者是現在讀者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說跟現在讀者最重要的接點其實就是視覺 那這個視覺如何能夠在這個漫畫的作品裡面能夠利用這個視覺來呈現它漫畫作品獨特的主體性 但是又承載著這個原始的這個文學經典作品 它的精神那其實它是需要這個原來的這個原單位 比如說原來的原作然後原來的作者的版權方 或者是原來的這些作者的家族 或者是這個原來比如說像文化劇這樣子的單位 他們是有這樣的心胸有這樣子的胸襟 是可以去接受不同的這麼不一樣的這個媒體然後來轉譯 原來是很嚴肅的或者是有文化使命的這些經典的這些作品 然後把它轉譯成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這個媒體 其實是要很寬闊的胸襟 然後我們感覺到我們創作者感覺到被包容了 然後被允許了 那我們才能夠讓這些創作者能夠發揮他們的專業 然後發揮他們的這個在漫畫裡面的這些經驗 或者是這些漫畫家他們才會知道說畫出怎麼樣的作品 現在的這些漫畫度者才會喜歡才會接受 那接受之後他們才會去開始就是對這些原來的這些經典文學 開始有興趣 或者是對於甚至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 所代表的那個時代以及他的時代氛圍 開始覺得有興趣想要去專業了 那我想其實這個應該就是這些專業它最大的目的 那所以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一種內心裡面覺得好像有一種被共鳴了 被尊重的一種感覺 那我就想應該是會成吧 就是會應該會呈現一些好看的漫畫出來吧 那所以我就呃就是也很榮幸的能夠呃這個介紹呃就是非常傑出的這個少女漫畫家 就是呃 Yaleves私istance 本來他一個來就有很豐富的 takim改編的經驗 那其實為什麼要找少女漫畫家呢 因為少女漫畫家最知道帥哥要怎麼畫 然後到這個呃這樣子原來在大家印象中 deber雲若是很嚴肅的 新的生命 新的外表 然後吸引大家去了解他們的生命 甚至去了解那個時代 那可以請 現在就請葉辰老師上來 陪我一起聊聊 大家好 我是葉辰 我有點緊張不好意思 請容許我看一下小潮 非常高興可以跟 在這裡跟小潮老師一起參加 這次的新書分享會 跟大家聊聊我們是怎麼 用漫畫去詮釋 改編葉石濤大師他的作品 那這次的挑戰 其實對我而言 雖然我改編了小說 變成漫畫的轉譯其實有蠻多的經驗 但因為這次的主題是 白色恐怖跟228事件 所以不僅是這是一個很嚴重 台灣人民傷痛的題材 也是我第一次挑戰 全世觀改變史實上的作品 那當我第一次接觸 葉石濤大師的作品 其實我就是一個新的讀者 我相信差不多到我這個年紀的讀者 可能也是第一次聽到 葉石濤大師的名稱 那他細膩跟真摯的文字 深深觸動了我 他用生動的筆觸描繪 那當時度過那個痛苦的心路歷程 讓我彷彿 就像是以第一人稱視角 帶入了劍拉濤的世界 然後我們看到當時人民如何的痛苦 他如何的傷痛 但是依舊像現在的人民一樣 有不屈的勇氣 那我希望我可以通過這部作品 能夠傳遞出他的心聲 將那個跟我們在所處不同背景時代的 帶到大家的面前 又可以讓大家更多人感受到 葉石濤大師想要傳達給後世的歷史 謝謝 謝謝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只是一個小角色 Mapper的角色 那但是後來這個丁岡老師 就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人來轉化腳本 就是把這個葉石濤大師的小說 轉化成漫畫的腳本 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堅決的人物 那我自己是覺得我 我會接這個工作其實是有多重的意義 或多重的理由在裡面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漫畫產業上面的一個理由 那其實現在就是之前提到的 就是從2018年開始 雖然文化部他有這個 發輔導已經開始 然後讓很多漫畫家可以出來 然後有工作的機會 然後可以用漫畫這個工作來養活自己 那越來越多的漫畫家有可以出頭 然後甚至是可以跟 有這樣子改編經典 或者是跟公共們合作的機會 越來越多 那但是其實在台灣的漫畫產業裡面 有一個目前的隱憂 那這個隱憂是什麼呢 其實它有兩種人才的缺乏 就是誰來照顧這些漫畫家 那有兩個重要的角色 要在這個漫畫製成的團隊裡面 要照顧這個漫畫家 第一就是製作人 也就是哲編 那哲編他擔任了這個照顧漫畫家的工作 跟漫畫家進行對話 然後讓漫畫家的創意 能夠塑造他們的創意變成成成熟 這是第一個所謂人才的缺乏 那第二個 比這個側編更缺乏的人才其實是劇本 那以前讓我們在做一些跨界的嘗試的時候 其實這個劇本我們都以為說 如果我們請一個寫影視的劇本的劇本家 然後來寫個劇本讓漫畫家來畫的話 那是不是會比較快 會不會讓漫畫家比較輕鬆呢 但是依照我們這幾年來合作工作的經驗 答案是不行的 那因為戲劇的劇本跟漫畫的劇本真的差太多了 那他們的節奏不同 他們的量體也不同 那他們的時間軸快速快慢速度 也都完全不一樣 能夠承載的東西也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所以我所後來的經驗 所得到的結果是漫畫的劇本 必須要有了解漫畫分鏡的人 才能夠把這個劇本寫出來 然後讓漫畫家 然後能夠依照這個劇本 然後他能夠依照這個劇本畫 或者是他能夠照著這個劇本 再把它概量 然後再把它畫出來 最重要的是一個 而這個擔任的角色是什麼呢 其實是原作小說 或者是戲劇跟漫畫語言之間的一個橋樑 它有一點像是轉譯的角色 那其實這樣子的人 角色或者是專業人才 在談漫畫界是更少見的 那所以我知道就是 如果我沒有要來做這個工作的話 那可能其實短時間以內 其實很難找到更適合一個人 所以就覺得說那我就來 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可以跟葉辰老師合作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那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是我比較個人的一個原因 那也是一個讓我掙扎很久的原因 那這要說起來的話 是我的原生家庭是純種的外甥人 那我的父母兩方都是中國來的 那我是被 我是個賴教養 那教養我長大的是民國三十四年來台灣的外甥人 那而且我的小學 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 也都是在所謂的 黨國的學校的教育裡面長大的 那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所謂的台灣本土的認同 其實對我的成長的過程而言 是一種衝擊 那我的國中的時候 剛好就是碰上獎金國國史 也就是檢驗那個年代 然後剛好碰上我的青春期 那所以在自我認同 建立的這個時間 那我剛好就是遇上了 台灣的社會變化最劇烈的年代 也就是怎麼樣我們要從一個 戒嚴時期的思考 戒嚴時期的價值觀 到這個大家當時 嚴避稱警戒總部的那個年代 然後一直到暴禁黨禁的開放 然後這個社會的這個變遷劇烈 然後這個社會的價值極速的轉變 然後台語的教育本土的教育本土意識的認同跟的建立 其實我是等於說是公逢 我的成長是公逢其盛的這個年代 那但是其實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感覺到的是一種 其實是跟簡阿濤非常呼應的一種感覺 或許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外甥人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呼應 但是我覺得是回到一個知識分子 他對於他自己的國族認同 他的國家認同 以及他在經歷這個劇烈轉變的時代 的時代的時代 我覺得簡阿濤所感受到的是一種被欺騙跟被背叛 就是他被他的國家被他的統治者 被過去曾經告訴他什麼樣是正義 什麼樣是真實的那個所謂的威權給背叛 我覺得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經歷了同樣的被背叛 然後感覺直到有一個譬如說我大學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必修的公民課 然後這個老師我已經忘記了老師是誰了 但是我永遠記得他這個第一堂課 他那時候我念的是政大 那就是當時 當時是新黨大本 新黨大本營 然後這個老師一走進來 就氣勢十足的往台上一站 然後就在那邊說 各位同學 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個真實 就是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我就說什麼 就是那個當他就開始講一些 很多發力的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中華民國主權會定論 那但是那個時候對於像我這樣的背景來說 我在高中以前 我是連講台語被罰錢這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 對 這好像就是現在 比如說現在的這些 白色恐怖的研究裡面所提到的 我們的外省人生活領域跟本省生活領域 他們的生活認知環境是完全被切割 完全被分割開來的 那所以一接觸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真的感覺到的是一種衝擊 那第二個感覺到就是 我們同樣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面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被分割被分裂 然後要互相的被仇恨 那我也回去問我的祖父母 他們也經歷過二二八 那他們也第一次被我問到的時候 他們也第一次終於說出了他們 呃在內心裡面隱藏的那些記憶喔 那他們就提到說 當時在二二八的時候 的確他們有被本省人所攻擊 因為當時真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仇恨 但是他們也在被這個追的同時 他們也被本省人所拯救所隱藏 就是有好心的鄰居 有救他們身為外省人 對因為他們就是好鄰居嘛 那所以我覺得那一種糾結 那一種在收穫在這個台灣的土地上的 外省人對本省人心中的糾結 跟本省人對外省人心中的糾結 就是在那一刻讓我 就是直接的呈現在我的眼前 那他們外省人的觀點裡面 心裡所埋的那一種問題 我們跟本省人就是隔開的 然後但是他同時又是我們的好鄰居 又是跟我們一起生活的 他可能每天跟他賣菜啊 可能跟他工作 跟他們在一起工作 然後每天都會有交流 可是永遠心裡面都是有那個疙瘩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要分割 我們同樣都是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人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有這樣子的疑問 那後來也是第二次 有這樣子的認知的衝擊 其實就是跟中研院的CC團隊 在做台灣文石專一的這個漫畫的工作的時候 就是第二次的印證了我們 我小時候心裡的那些疑惑 就是那些對於台灣歷史的殘缺的不認知 然後那些教育裡面隱藏的那些部分 比如說我們以前在念中國史的時候 或者是世界史的時候 我念到近代史的時候總是累不起來 我後來才知道 是因為我們念的是殘缺不全的歷史 我們所看到的那些書 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被所謂的政治的當局所掩藏的 它不只是對日本神人掩藏 也對外神人掩藏 所以我們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理解 互相不理解 互相不信任 那所以在跟這個CC的團隊 一起工作的這些經驗當中 那我就又再次的認知到說 我們原來以 我們原來落實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在這個教育的過程當中 有意的讓我們遺忘這些東西 那我們要如何再把它找回來 那我在做這個漫畫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是懷著這樣的事 來去做這樣的工作 那當然是這是這個漫畫 它改編的時候的一些前面的前沿 那但是在做這個腳本的時候 那其實是一個比較機械性的工作 那如何讓這個小說能夠符合漫畫的格式 然後因為漫畫它是有特定的節奏 它是有特定的進程 然後它是也有特定的框架需要去符合 那這些它還能夠做成漫畫 那漫畫的讀者才能夠看得懂才能夠接受 那所以這個轉譯其實是一個比較機械性的工作 但是這樣的這種文學作品 尤其是這種有歷史背景的這些專業作品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在專業的時候 它是需要一個精神去支撐的 就是這個主軸是一直都要存在 那我才能夠把這些東西轉譯成漫畫家能夠畫的漫畫 那我覺得就是這個我過去的這些經歷 這些疑惑 這些跟被CG創作級啟發的這些經驗 然後讓支撐我到現在 那對我來說我想要貢獻一些我的背景 才能看到的一些不一樣的觀點 但是最終最終我希望的事情是 在這個土地上面不同的族群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作品它有接連 我們也有連結 然後看大家看了這個作品之後 是不是能夠理解到說不管是本聖人也好 外聖人也好 外聖人也好 其實是我們有著的是共同的問題 我們有著共同的懷疑 然後我們也有共同的創傷 有沒有什麼接點是可以讓我們重新再開始對話 那所以我其實希望做到的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在看消化它的這些小說的時候 像我覺得葉辰老師他在看我的劇本的時候 其實也提示我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這個人物他的心理轉折 因為就像剛剛定當老師講的 葉思浩這部小說它是根據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改編 那所以他也有一些他想要隱藏的部分 或是他想要轉化的這些部分 那這個轉化的部分其實會造成這個小說短篇短篇之間的不連貫 那但是在漫畫裡面是不可能讓這個 就是它是不可能不連貫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讀者會覺得 你為什麼這個角色是不穩定的會跳來跳去 或者是我有點抓不到那個時間背景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經由這個葉老的這些小說 然後再重新把這些時間串連起來 然後如何把這個當時的這些知識分子 他受到受到迫害 受到誤解 受到壓迫的這個心路歷程 再把他重新串連回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做的是一個串連時間軸的工作 然後再知道葉辰老師手上的時候 他就提醒我說 我需要你要幫我把這個角色的心情轉變 他的心態 心動歷程也要幫我串起來 然後我就說好 不要好好的著墨這個部分 對對對 那所以 那葉辰老師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在這個改變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特別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剛剛也有講過 我是第一次接觸史實的改編作品 那一般的文學改編作品 你是以上帝視角去看待每一個人 你會知道這個人他心裡在想什麼 那個人他心裡在想什麼 可是因為葉辰師他的作品 你只能知道簡阿濤這個主題在想什麼 那當他遇到一些接觸共產黨 像是在這裡面第三回 有三位共產黨的黨員想要讓他進場的時候 我一直在揣摩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他們到底想要對簡阿濤做什麼 尤其像是其中有一位女性的角色 他主動跟簡阿濤示好 那他是想要他真的很喜歡簡阿濤嗎 他是被他的帥氣所迷惑嗎 他喜歡他的文學作品嗎 還是這只是他想要讓他進黨的其中的一個方式呢 最後我考慮了很久 我決定還是以葉大師他自己看待這個角色的想法去詮釋他 那這應該是我覺得在挑戰這個漫畫詮釋上面最困難的部分 因為我不能夠依我自己不斷的想法去把我自己的想法 降臨給其他重要此時存在的角色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可能是比較小心一點的 所以你覺得這兩個人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兩個人 因為後面他有講說 當簡阿濤他被關在監獄裡的時候 他沒有帶眼鏡 一切都很模糊 但他好像看到那個女生 在監獄裡用白色的手帕跟他招手 所以我相信在他的心裡 這個女生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跟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他還是很友善的 其實在第三回的時候 我在改編的時候 其實我所遇到的思考 或是遇到的衝擊 就是所謂祖國到底是什麼 就是每一次 尤其是在我身為外省人的一個成長背景之下 我們現在還是一直在被 我們就是身為外省人最痛苦的事情 其實是一直被拷問你的祖國 到底是哪一國 對這樣譬如說 像我現在在做 就是跟台灣文獅相關的作品 越做越多 然後看的史料越來越多的時候 知道的真相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當然我的政治傾向可能就會不一樣 對我來說祖國的意義 祖國的念貌可能也都跟我一般 我跟我過去所受到的教育會不相同 那當然我第一個會受到的拷問就是 來自我的家族 她的家族就會說你數點忘足 對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受到這樣子的拷問呢 我們所要的不就是選擇自己現在所想要的生活 或者是延續自己覺得舒適 覺得自由 覺得安身立命 或者是覺得有跟土地有連結的這樣的生活 如果我喜歡這樣的生活的話 為什麼會會因為這個跟我們所謂的祖國的認同來做一個拉扯呢 但是在這裡的外星人其實是受到這樣子的一個拉扯 那其實我在看到這個簡阿濤 他在這個第三集裡面 就是這個第三個chapter裡面 他說這個祖國要跟你串聯 來解放台灣的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也面臨了很 我覺得好像在中間有一些地方是相同的 然後這裡面可能會來自各方的這些人 他的靈魂討問 就是你要選擇怎麼做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真的是解救台灣 或者是為台灣好 或者是要怎麼樣我們都才能夠維護 我們真正想要的那個日常的生活 那我覺得簡阿濤那個時候 也真的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嚴厲的一個討問 那他擺在他面前有非常多的誘惑 我覺得那不是一種美色的誘惑 那是一個靈魂上的 或者是認同上的一個誘惑 那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陷阱 那所以我在最後一開始 一開始在策劃這本書的時候 我也跟定安老師討論 就是我們在這本書的最後我們做了一些更動 因為這個書他到後來如果以一個 假的他被逮捕 然後被刑囚被拷問被判刑 這樣子一個結尾 然後來做為本書的這個結尾 的話好像有一點太沉重了 那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個 現代的年輕讀者他們在閱讀這些作品的時候 能夠給他們一些溫情 那這個溫情不只是在閱讀體驗上的一個溫情 而且他也有一個意義就是說 在白色恐怖那樣子的一個我們印象中好像跟我們很遙遠的那個年代 那他們可能我們覺得讀了很多史 要覺得是不是又很沉重啊 那是不是就是很緊張啊 那每天是不是就是很嚴肅啊這樣子 可是這其實不是喔 就是在這個 嗯 簡阿桃的這個故事裡面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那一種互相的珍惜 在流動 那尤其是簡阿桃跟這些女性們之間的 這些非常純粹的這個感情喔 那所以我想說 欸還是要回到一個 嗯 少女漫畫的 就是一個 一個風情裡面喔 但是又不能夠讓他太太來衣服就是太太幼稚這樣子 所以我們我就做了一個安排就是把 就是簡阿桃跟這些女孩子們的這些對話 但是他們都是一些有鬼有名的對話啦 然後就放在這個故事的最後 那我也覺得呢 就是看到這個巧克力的時候就覺得 哇那個 嗯 就是當然越 越 越成老師的漫畫是越畫越好 越畫越有感覺喔 但是到最後的這個 跟女孩子的那個 那個 那個砰砰群出現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又 那個葉辰老師又得到發揮的感覺 就是 哇 如果可以用這個砰砰群 然後來帶出這個 欸 帥哥與美女之間的這些對話的話 那我就覺得 欸 這個故事又可以有它有不同的樣貌在喔 那 老師有沒有覺得就是 就是看我的腳本在畫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特別印象深刻的地方吧 嗯 印象深刻之前我想要提到 我覺得這 嗯 這本漫畫應該是葉大師 他的內容其實讓我很印象深刻的 其實是這本裡面出現的三位女性 那因為同身為女性 然後也同有 嗯 共同支持台灣的想法的 我 我會覺得這三位女性在讀者的眼裡 其實是很特別的 他不僅只有 嗯 他是以男生的角色 然後為台灣做出貢獻 事實上台灣的各種女性 也以他各種的角色 不一定是 嗯 可能是像是第一回 他參與了那個護理師 他參與了這個次的夜 夜襲活動 夜襲活動 然後也有可能是 他想要用跳舞來宣傳台灣的文化 也有可能是他想要加入其他的組織 來讓台灣人民解放 我覺得他們是用各種不同的視角 然後以女性的想法一起帶 珍惜台灣這塊土地 我覺得這是這個作品 我認為很值得珍惜的地方 那關於改編印象深刻的部分 嗯 我想應該是 吃狗肉的部分 對 因為在改編吃狗肉的部分的時候 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得出 外省人跟分省人 他們和內心文化上的不同 那在繪製第二回 也就是吃狗肉的部分的時候 我也是在思考 是不是這些外省兵 真的對簡阿濤本身擁有不喜歡 想要故意玩弄他的想法 才不跟他講說這其實是狗肉 可是他說不定只是覺得 這在我們的故鄉 這很正常 我不需要直接的跟你講 我只是想要請你吃一頓大餐 那在這個部分可以理解說 在當時因為文化不同 所以造成的誤解其實相當的多 那像剛剛小松老師講的 他希望藉由這個漫畫 可以讓外省人跟分省人之中 可以有更多溝通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想要把 葉大師他的故事轉譯的原因 我覺得擁有更多相同故事 擁有相同的討論更多的話 那我們之間的意識可以更多的交流 然後也才可以更多的影響 其實吃狗肉這個故事 我也是在改變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一種心酸 那個心酸是 當我身為一個外省人 然後我在分省的族群裡面生活 我周圍都是分省人 然後我跟我外婆一起去市場買菜的時候 這些賣菜的人也是分省人 一起跟我們買菜的鄰居也是分省人 然後我們在這個族群裡面 我外公外婆甚至主動去學台語 然後跟他們溝通 但是在那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感受到的就是這一種文化的 或者是認知上價值上的一種差異 那雖然我們努力著努力學著彼此的語言 但是那個差距到底為什麼如此的巨大 然後在家裡面大家講外省人的 大家講本省人的時候是那樣 然後出去的時候又是另外一種面包 為了生存 為了要在這個土地上面大家一起活下去 然後好像過著一個雙面人甚至多面人的生活 那所以我在做這個吃狗肉的這個這個改編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對它不只是鋼琴跟狗肉吃 狗到底能不能吃 吐吐這麼可愛 到底能不能吃 那個不只是這樣子的議題 而是那個整個文化的不一樣 整個我們已經在不一樣的價值觀 不一樣的政治體系裡面生活了五六十年 然後就是那個差異永遠都在嗎 它可以被填補嗎 它所帶出來的悲劇是什麼東西 是那個很深的一種悲傷吧 就是或者很深的一種隔閡感 其實是在我的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是一直都感受得到一直都存在的 然後但是在現在我們可以用不斷的去 回顧過去的這些文獻 回顧過去的這些作品 然後又重新用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用漫畫家的角度 用年輕人的角度 用已經脫離了那個時代的這些 這些留者的角度 重新去審視說 那個時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的解放究竟是什麼 去填補這個溝 鴻溝的有沒有什麼新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夠看到這個 夜席或者是狗肉的這個作品的時候 可以重新給大家一個刺激 那我覺得最希望的就是那個 我們現在講的很熱門的一個主題 就是轉型正義 那轉型正義到底怎麼樣才叫做正義 什麼正義才是我們所夢想的那個正義 你想要的正義跟我想要的正義是一樣的嗎 我們會有最大公約數嗎 那在吃狗肉跟鋼琴之間 我們會有一個共通點嗎 對 就是那樣子的一種感覺吧 對 那也最後也是希望有就是希望分享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其實我覺得葉史濤 他在這個作品裡面所呈現出來的所謂的知識分子 現在的一些面臨的掙扎跟困惑 那其實不是他們那個時代所獨有的煩惱 其實我覺得跟現在的知識分子 現在我們在這個他土地上生活的這些人 這些年輕人性代年輕人 就像昨天這個在青島東路 他們有辦那個青鳥宴嘛 那那些人都是每天也都在為著這個 我們國家現在的狀況在煩惱 那我覺得那個雖然我們的時代是不同的 然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困惑以及我們的掙扎 還有那種知識分子優惡優民 他想要替這個人民這些人民這個政治 有沒有什麼更讓人民更好的法律跟政治 可以出現或者生活環境可以出現 那我覺得那個困惑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有的 我們面臨的是類似的很類似的問題 那所以也可以有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就是 就是從過去的這些大師們他們所生活的經驗 他們被迫害的那些經驗 能不能夠為我們現在我們的政治的現況 我們如何去面對我們現在的這些政治現況 能不能夠提供一些有點像是大師跨越時空 來給我們一些的意見或者是經驗的分享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點上面其實我們有類似的問題要去面對 所以我們也應該會有一個跨越時空的交集 那就是如果說今天因為漫畫家都是愛人 所以我常常其實我作為漫畫製作人跟這個劇本 我常常帶人漫畫家就是一起出席這個分享會 所以難免在這樣的場合我可能會分享比較多 那漫畫家都是什麼就是比較內向 對漫畫家都比較內向 愛人 就是一個內向跟外向的 就是現在流行語的那個分別 就是一個心理測驗 那可以測驗你比較外向 像是跟你社交 跟外面的人社交會吸引 讓你更快樂的話是醫人 跟外面社交你會覺得有一點尷尬有一點害羞就是愛人 因為漫畫家都是很意識 我不要聽過 現在流行的一個心理測驗 對 對 會測驗出來 會以後可以測驗一下 那因為漫畫家都是非常先性敏感的生物 就是他們的內心有很多的心理活動 然後他們對外界是很敏感的 所以他們當然會發出 我覺得E代表什麼 就一個我忘記E 應該是E開頭的一個英文吧 extrovert extrovert外向 外向對 然後I是introvert 然後內向 從從中科來的 從中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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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然後所以在那個漫畫製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不管是在漫畫製作的過程 或者是 呃出來進入發表會的時候 我就會習慣性的會擔任就是照顧漫畫家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們如果要講什麼我們可能就會提他的人講 所以我可能會講得到度喔不好意思 那就是也是非常的榮幸可以跟葉辰老師一起合作這漫畫 其實我在寫這漫畫腳本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想過它會變成一個這麼好看的一個畫面 而且呃老師也並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照我的腳本來畫 其實老師有做過更精細的有更好的一個更詳盡的一個安排喔 然後老師在作畫的過程當中其實也針對很多細節 然後跟我討論然後做回饋 然後就是我也有身為做寫劇本的人 我有感覺到那種被尊重就是 欸老師有來問我說那這樣改可以嗎 然後我都覺得老師的那個安排是比我原來想的都更好看 就是那個感就是那個節奏會更好 就是大家可以去體會看看就是在這個經典的文學作品 它變成呃時下流行的這個漫畫語言的時候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的把它的精髓表達出來 因為畢竟小說跟漫畫的量體完全不同 它的表現方式不同 所以我們有些東西也必須忍痛割愛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因為如果不割愛的話 這個作品就完全就變成無法閱讀啦 必須要這樣說 那但是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能夠保留這些 這些我們認為是最精髓的部分 精髓的部分 重要的部分 然後藉由幫大家的比 然後來把它表現出來 然後就是真的很希望就是不管是先進們 然後專家們或者是完全不了解當時的這些年輕的讀者 或者是甚至他只是在呃書店裡面看到 啊這什麼表現還不錯 要不然拿起來看一下這樣子 那如果能夠因此能夠進入這一些呃文學大師的心靈 然後甚至是能夠呃進入當時的這個年代去體驗他們 沒有經歷過的那個年代發生了什麼事 那這個他們的這些知識分子他們的那些感覺想法是什麼 然後可能就可以因此而感覺到說 欸我們跟這些過去的時代其實距離沒有那麼遙遠 如果能夠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的精彩的分享 那我們在現場提問之前 我們先請兩位老師分別幫我們拿一下書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合照 好 那有人幫我們看一下這邊的攝影 攝影機這裡 來看這邊喔 我們前面 來準備 1 2 3 掌聲之下 笑容最好看 來